欢迎扫画面中间的QR Code 加入波拉西亚战绩资讯交流区 哈喽大家好我是丁丁 开服经过的三天 这支影片要来介绍一个容易被忽略掉的关键系统 怪物图鉴 怪物图鉴一共分为五个等级 分别是怪物图鉴入门 不受欢迎的客人 深渊招手时 三年战争回顾路 还有危险的波涛世界 这五个是按照等级难度来排序的 它的玩法就是先获得图鉴 然后再图鉴成长 获得图鉴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个是击杀指定的怪物 达到一定数量就会获得图鉴 怪物的等级越高 需求的数量就越少 你可以从图鉴里面去找到指定的怪物 你也可以从地图上面随便点一个地图 然后看一下里面有没有指定的图鉴怪物 如果这里有写到图鉴 那它就是图鉴怪 第二个方式就是直接使用雕像获得 立刻使用雕像 每个图鉴需要的雕像数量都不一样 然后图鉴的成长方式也非常简单 就是持续的浓指定图鉴的怪物 来累积经验值 然后越高等级的怪物经验值就越高 第二个方式你也是可以直接使用雕像来成长 然后5个怪物图鉴都有独立的等级奖励 分别对应不同的属性 只要里面的等级加总达到这个门槛 就可以获得这个属性能力 然后你只要把这5个图鉴里面的每一个灯都亮起的话 你就可以额外启动图鉴分析能力 那这个图鉴分析它讲白一点呢 就是洗属性 你可以无限的洗 前5次免费 之后每洗一次都要花5万金币 洗到好的属性你可以这边上锁保留 之后就要使用副产品或者是花钻洗 上锁的数量越多 需要使用的花费就越多 分析获得的能力是看中间那个图鉴的颜色决定开启的系统 有红色还有蓝色 如果中间是红色那对应的所有红色能力都会启动 两个属性能起出来的能力都不一样 要洗到完美的顶属除了运气 更需要的是实力啊 图鉴分析算是这个游戏的深水区 但取得的能力累积起来也相当可观 大家平时挂机农怪之余 记得顺便挂一下怪物图鉴哟 这支影片就结束到这 喜欢的话可以帮我点赞订阅跟分享出去 我是丁丁 让我们一起在波拉西亚战绩奋斗下去吧